索尼PS5系统固件迎来了大更新 内容比较多 我这是国行的PS5 首先第一个 支持杜比全景声 之前PS5是支持杜比音效 当游玩支持PS5 3D音效技术的PS5游戏时 可以通过HDMI设备享受沉浸式的音效体验 另外杜比全景声媒体应用程序 也可以在受支持的HDMI设备上提供空间音效体验 这个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第二个大更新 我们可以使用最大容量为8TB的M.2 SSD 来扩展PS5上的存储空间 以前是4个T 现在是8个T 下面还有一个 现在已经支持XS控制器 下一个更新 可以使用辅助控制器了 这个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 也就是说一个用户用两个手柄 这两个手柄当一个手柄用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懂的同学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 下一个 以改善主机导航体验 之前在导航主机移动光标时 移动位置听到的音效更加明显和显著 这个等升级完试一下 另外还可以在导航时使用触觉反馈 下面还有一条 在游戏库中 您现在可以紧在您自己的游戏库中搜索游戏 下面是已将简体苍结文本输入法添加到中文繁体 这个估计跟咱们也没啥关系 好下一个 现在当打开或关闭PS5或者将其置于待机模式时 可以听到B的一声 可以把这个声音关掉或者调节音量 下面又是一个改变 显示的视频输入信息得到了重新设计 还有已改善的语音命令 我从来没用过语音命令 下一个 为了提高稳定性 我们已经更新了PS5手柄和金银手柄 还有VRVR的Sensor控制器的设备软件 给这些终端设备更新了驱动 更新了软件 我们改善了某些屏幕上的消息和可用性 版本是23.0208.0000 如果以上更新 对你来说不是特别必要 建议先别更新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是大版本的更新 我建议图稳定的客户 还是先等到这一次大版本更新之后 再有小版本再更新 那样会少一些bug 对于我来说就无所谓了 下面说如何更新 设定 系统 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升级和设定 现在是可用的升级 它已经替我更新好了 从互联网升级 然后左侧是查看详情 就是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一大堆 然后点击升级 我这是国行PS5 升级之后99.9%是没问题的 升级完成 现在要给手柄更新驱动 升级的时候需要把手柄连到PS主机上 咱们进一下商店 进商店是没问题的 咱们看一下杜比声音 音频格式 默认是线性PCM 多了一个杜比全景声 以前是杜比音乐 以前的杜比音效已经支持七个喇叭了 也有环绕 但是这个杜比全景声据说更好 还能从天上出声音 下面看一下屏幕和视频 第一个是当前视频影像输出信号 好简洁 4K60RGB 我居然是RGB 不会吧 我这是HDMI2.0的 怎么会是RGB呢 就算是假的我也觉得很高兴 然后这个以连接HDMI 4K VR不支持 HDR支持 HDR支持这一堆 1440p就是2K得测试一下 下边没有什么变化 主要是那两个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协助的屏幕有声音 协助工具控制器 右侧主机导航过程中触觉反馈 然后是第二个控制器进行辅助 我觉得这个没啥用 试一下 你们听到了吗 我听到声音了 是有震动的 会震一下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了 视频不短了 希望能给各位一些参考 下集见